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国产动画短片《鹰与鸡》 短片主要讲述了一只老鹰混入鸡群以鸡为食 但久而久之老鹰适应了鸡的生活而被同伴猎食的故事 影片开始 炎炎夏日缠鸣不断 一个农夫住在一间行伺斧头的房子里 房前院子里圈养了很多鸡 一只鹰飞落在鸡圈的栅栏上 他看着眼前的这群鸡留下了饥饿的口水 本想抓几只鸡来填饱肚子 没想到被农夫的猎枪吓得飞到一根枯树上 老鹰正在唉声叹气的时候 发现旁边有一个同伴正在捕食松鼠 由于太笨 同伴被松鼠耍得团团转 脖子竟缩进了羽毛里 鹰在一旁嘲笑同类的笨拙 突然灵光一闪 萌生了绝妙的主意 他飞入鸡群 照样把脖子缩进羽毛 俨然成为了一只大公鸡 周围的群鸡没有发现他 粗心的农夫也把他当成了一只鸡 甚至还给了鹰一勺鸡食 周围的鸡发现有吃的 便围了上来抢食吃 老鹰环视四周 发现没有农夫 一口吃掉了一只各小的鸡 打了一个满足的宝格 就这样老鹰潜伏在鸡群里吃鸡 一天他跟在一只母鸡后面 偷偷地吃完了小鸡 正当他要对母鸡下口的时候 农夫过来了 惊慌失措地变成公鸡 压在母鸡身上 成功地骗过了农夫 之后老鹰在鸡群 想出各种花样吃鸡 过得非常满足 比如用小虫子做诱饵吃鸡 借花献佛吃鸡 就算农夫站在身后 也照样吃鸡 老鹰疯狂地在违法的边缘徘徊 农夫依旧每天给自己的鸡喂食 吃得胖胖的鸡都进了老鹰的肚子 长久下去 鹰已经越来越胖了 肚子上的肥肉都砸到脚背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老鹰突然感觉自己心里空落落的 他坐了起来 感觉胃里没有味道 原来是想吃鸡了 他看见前面几步远的地方 有一只母鸡正在吃虫子 胖胖的他连脚都抬不起了 只好爬着去吃鸡 就这速度哪能吃到鸡呀 最后被母鸡拉了一泡屎在脸上 第二天 老鹰被农夫单独拎出来喂食 看着这一桶黏糊糊的东西 他忍不住干呕起来 但是迫于农夫的阴危加上自己确实很饿了 老鹰吃了一口感觉味道还不错 就这样 凶残的老鹰变成了温顺的鸡 他每天和鸡混在一起争抢食物 和公鸡一起打鸣 和鸡群相拥而眠 老鹰完全适应了鸡的生活 这一天 鹰被农夫抓到了像斧子一样的屋子里 他看着桌上摆着各种刀具 还有转过来的硬着鸡头的木桶 老鹰似乎感觉到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突然 农夫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他吓得急忙夺门而逃 出门才发现外面全都是被宰杀后的鸡 他撂到了自己的下场 于是想逃出去 但是他身上的肥肉太多了 就连栅栏也穿不过去 他急得满头大汗 而此时的农夫正拿着刀向他走来 突然他从地上醒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啊 但是当他再看像那间斧子一样的房子时 感觉自己逃脱不了被宰杀的命运 他拖着肥胖的身躯摇摇晃晃的往栅栏边走去 他想飞回到枯树上 但是他怎么爬也爬不出去 这时老鹰以前的同伴落在了栅栏上 老鹰开心极了 但是很显然 他曾经的邻居是认不出来他了 不光是认不出来 还把他当成了一只大肥鸡 只见邻居从天而降抓走了他 最后只剩下一根带血的羽毛 短篇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一个人不能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否则就会迷失自我 一事无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要转发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